你害怕结婚吗? 我害怕,这是前两天坐电梯时,听到两个女生的交谈。 我怕结婚以后,家里的大小事物,孩子的吃喝拉撒都得交给我。 我年轻貌美的,凭什么把自己的路走窄,去给别人当老妈子啊? 听到她的回答,我不由带入很多人的婚姻。 这年头,不知道什么原因,也很难说是谁的错, 女性承载了太多期待,一边需要生儿育女,一边需要经济独立。 两拳真的太难了,倘若有人能够体谅她们的苦衷,分担她们的压力, 那么我想,大部分女性在步入婚姻时担忧可能会少很多。 其实可喜的是,这些年人对家庭的丰工逐渐趋于理性化。 家庭事务,已经不单单是压在女性身上的责任。 看过一项调查,目前男性愿意当全职爸爸的比例, 占到了37.76%,这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。 网上一个博主爱的梦早起就是践行者之一, 结婚两年后,她就辞职在家做起了全职爸爸。 做出这个决定很简单, 妻子挣钱比我多,家庭里的事情总得有人分心。 今年,已经是她全职的第八年,她总结自己的生活。 从洗衣局到钱庆宫,再到御膳房,就这么大的地方来来回回。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,不抽烟不喝酒,不打牌不聚会, 圈子小到只剩下家务和孩子。 每天,她六点多就要起床,给孩子做早餐,送孩子上学。 打仗式的早上过完后,一切才能暂时回归平静。 接下来,她要买菜做饭,洗碗擦桌,接送孩子,洗衣晾晒,辅导孩子作业。 这一套流程走下来,一天很快就过去了。 更别说,有时候老婆加班,深夜十一点多才会回家。 为了给老婆吃口热壶饭,没睡多久的她,从睡梦中爬起来给老婆做起了夜香。 她对待老婆很耐心,老婆一个电话打过来,说想吃肉夹馍。 她会立刻穿好衣服,去超市买五花肉,回家后马不停蹄地炖肉,烙饼。 她开玩笑地说,谁让她是赚钱的呢? 我在家没话语权啊,她也是个爱干净的人。 家里的地面,灶台,孩子的书桌每天都会擦。 全职好几年了,看到家里乱的地方一直不收拾,心里就难受。 可令她难过的是,每天即便忙到四脚朝天, 有时也很难换来老婆孩子一句夸赞。 好不容易烙好了饼,打好了豆浆。 老婆回来一句,我吃过了,和好几个人吃的,还喝了酒的,这一晚上的付出全部白搭。 费尽心思做好饭,问儿子,儿子说不好吃。 问老婆,老婆说,你这筷子是不是上午吃螺丝粉了? 你刷了吗? 一股臭味看着辛苦一天做的饭菜被倒进垃圾桶。 各种滋味,只有自己知道。 更关键的,是家庭地位的低下。 因为腰疼,有次她忘记去老丈人家送东西。 结果老婆一回家,就开口指责她。 你腰有多疼? 你天天在家闲着? 我上一天班也没说腰疼,就你腰疼。 可全职真的比上班轻松吗? 当生活被套垃圾袋,换卫生纸,收纳承担被照这些看起来琐碎的事情填满时, 你会发现,每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。 别说摸鱼划水了,有时候一件事情没做好, 换来的就是老婆和孩子嫌弃的眼神。 当手边的每件事都琐碎无比, 却又十分重要时,我连喘息都没时间。 全职在家,是要比上班还要更辛苦的事情。 看着她每天的经历,很多全职妈妈有了共鸣。 谁在家全职,谁就知道其中的心酸。 很多事情,说出来都是芝麻大的事。 可这遍地的芝麻,足以让人捡到崩溃。 也有人发出疑问,怎么好好的男人,有手有脚,非得在家做全职,出去工作不好吗? 这种话,孟老爸听过不少。 我也不想让亲朋好友说我闲话,更不想被朋友嘲笑。 但有八点半上班,下午五点下班的工作吗? 重点是偶尔孩子感冒发烧,我还得说走就走。 老师一个电话我得立刻放下工作,飞奔学校。 这样的工作有吗? 既然没有,我为什么不能换个方式爱这个家? 当工作家庭无法兼顾,身边又无人帮扶时,赚钱少的那个人, 不得不承担起家务的琐碎。 这几年,伴随经济冲击而来的,就业岗位紧缩,不少男性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。 而回家做全职,除了是一种妥协,更是对家人满满的爱。 东北爸爸爱的老七的幸福生活就是其中之一。 他做全职不是衣食心血来潮,而是精心算了笔账。 凭借积蓄和老婆的工资,其实完全能覆盖家庭所有的花销。 考虑了种种因素,这个决定是最利于提升家庭幸福感的一开始。 他像大部分初次接触家务的爸爸一样手足无措。 但是,凡事不怕不会,就怕用心。 他跟着网上学习清洁技巧,制作了步骤表, 督促自己打扫屋子时不要落下任何一步, 好给妻子和孩子提供一个干净的生活居所。 刚开始做饭,他也一头雾水, 最后干脆去市场买新鲜的食材。 跟着视频一遍遍学,给妻女做好每一顿饭。 因为有她的存在,孩子上学,生病有人管了, 妻子上班不用点外卖了。 就连两边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的老人, 也能时常去探望了。 更重要的,是这两年多的经历, 让他体会到了媳妇从生儿育女到操持家务的心酸。 原来工作还有个周六日, 可全职从来没有喘息的时候, 越到别人休息的时候越忙。 有了这个体会后, 他对妻子也更加内心贴心了。 在他的精心照顾下, 这几年妻子的身体越来越好, 脸上的笑容也变多了。 一家人的生活也由先前的兵荒马乱, 变成现在的井井有条, 他总结自己的生活。 做全职虽然没了稳定的收入, 但却有了更重要的使命。 男人的力气比女人大, 做起家务, 尤其是体力活儿, 反倒更轻松。 再加上男人的事业黄金期更久, 等女儿上了小学, 有了合适的工作机会, 我也可以重返职场。 对他来说, 人这辈子钱是挣不完的, 能让这个家庭幸福美满, 就是对这个家庭最重要的贡献。 当然, 并不是提倡男性都去做全职爸爸, 盲目放弃工作, 全职投入家庭, 并不现实。 这篇文章是想说, 当一个男性, 有了意识, 有了行动去参与家庭事务时, 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。 看过一个视频,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 听孩子读作文, 题目是, 我的爸爸。 孩子开心地记录着自己眼中的爸爸。 孩子边读边笑, 爸爸也丝毫不在意这样的调侃, 陪着孩子又笑又闹。 一家人其乐融融, 很多人都说, 这个爸爸此生最大的幸运, 就是拥有这么一个儿子。 但看他的过往视频, 你会发现, 平日里他会给孩子做饭, 给孩子检查作业, 会在孩子放学后陪他一起玩, 收拾玩具, 与其说他拥有了这么一个好儿子, 倒不如说, 是他用时间, 将儿子浇灌成了现在快乐的样子。 都说, 孩子和父亲的关系, 直接决定了他这一生的幸福, 因为父亲能对孩子产生的影响, 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。 有个教育者曾问班里的孩子, 爸爸对你影响大吗? 那些长期有爸爸陪伴的孩子, 都不约儿童给出了一个答案, 很大很大, 影响非常大。 我爸爸是个律师, 他给我灌输了很多律师行业的事情, 所以我对律师很感兴趣。 我爸爸工作完, 晚上即使很疲惫的时候, 也会夜间读书。 我读书的习惯就是爸爸平时培养的。 我爸爸好喜欢做奥数题, 做不出来的, 要研究一个小时, 他做完之后就会来教我, 导致我很喜欢做奥数, 很喜欢做数学之类的研究。 你看他们, 在谈到爸爸的时候, 不光脸上带着笑, 眼睛里也闪耀着点点光芒。 爸爸平日里的言传声叫, 早以前一末话融进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, 娇男孩学会了坚毅奋进, 娇女孩学会了乐观勇敢, 更带着他们去探索不同职业的奥秘, 为孩子的人生开启了更多的可能性。 在丧偶适育而普遍的现在, 那些得到爸爸陪伴的孩子, 大多会比缺失父爱的孩子, 内心多一份温暖和底气。 这是爸爸在孩子心底种下的种子。 这颗种子, 势必会在孩子长大后, 生根发芽, 影响他一生的走向。 当然, 这不单单是爸爸一个人的浇灌, 更多的, 还是家庭氛围的影响。 国外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, 男人做不做家务对家庭的幸福度影响极大。 男人做家务的家庭, 比男人不做家务的家庭, 离婚的风险低了97%。 没想到吧, 影响婚姻幸福度的, 除了那些不可逾越的难题外, 男人是否做家务, 竟成了其中的重要因素。 伊能静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家庭教育, 他说, 我严格要求爸爸必须是个爸爸, 他不能是一个回家旅行的爸爸, 他的声音必须每天出现在女儿耳边。 如果我接孩子放学, 那么早上七点松上学的必须是他。 如果他做不到, 很累, 我会告诉他, 你哪怕讲个传编故事也可以, 但他要知道, 作为爸爸, 你的不可取代性在哪里? 在他们的家庭关系中, 虽然孩子的事情大部分时间由伊能静照亮, 但在外拍戏的情号内心知道, 这是妻子为自己事业做出的妥协。 所以, 即便工作再忙, 秦浩都会抽出时间, 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, 将妻子暂时从家务的劳累中解脱出来, 他会陪孩子读绘本, 看动画片, 也会带孩子出去玩, 跟他去讲人生的道理, 生活的意义。 秦浩坦诚地回答, 我觉得带娃的秘诀, 就是对老婆好一点, 一语说出其中真谛。 是啊, 当一个男人愿意在孩子身上花时间, 那么也就意味着, 他愿意分担社会强压给女性的责任, 那么他势必会体谅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辛苦, 从而对妻子体贴耐心。 这样的做法, 也会最大限度促进家庭的和谐, 看着伊能静如今出席各种场合自信开朗, 满脸幸福的样子, 你就会知道, 一个男人对于家庭的影响多么之大, 可能对很多家庭来说, 男人最大的作用是挣钱, 可能对大部分家庭来说, 挣钱最重要, 没钱万事空, 这样的想法本就没什么错, 有钱了物质生活自然会上一个台阶, 但也想给大家提个醒, 对家庭成员来说, 精神世界的富足也同等重要, 要知道, 我们每个人只来这世上一遭, 前世永远都挣不完的, 但我们陪伴亲人的时间也就那么几十年, 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, 也不过那么几年, 错过了, 就永远错过了, 再想弥补也没机会了, 所以, 倘若时间允许, 各位父亲们, 在努力打拼的同时, 请抽出一点时间, 哪怕是每周抽一个晚上给孩子讲讲睡前故事, 或是每个月抽周末的一天, 全家做一次大扫除, 又或是哪天起床早了, 送孩子上上学, 哪怕是这样不费多少时间的付出, 都能让你的家庭更和谐, 你的孩子更健康, 他听起来虽然不像功成名就那么光鲜亮丽, 但这也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, 因为他会让妻子和孩子在爱的包裹中长大, 这是比赚钱更难达到的成就, 毕竟, 缺钱尚可通过努力获取, 但缺爱, 真的会成为一个人一生之痛, 当一个家庭和谐了, 和愁日子不会蒸蒸日赏, 读到这里, 不妨将文章转给你的枕边人, 督促他一起参与到家庭事务中吧, 或许你会下意识地觉得没用, 转了也不会看, 他做了不如不做, 算了, 但是, 万一呢, 万一会有所改变呢,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自己家庭里的小趣事, 相信在彼此的帮扶下, 你的生活, 终会越来越好。 感谢观看